叫好理哦 叫好理 来来来 叫好理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我今天的主角 張蘇貞世界 一邊上市的工作 是在家裡帶人收財沙 但是客人還是要來找他 有時候都要找他 因為他經常鐵門開下來 就出門去 過一兩點之後再看到人 所以大家都笑他說 好像是在開火山店 要開不開 還要看的時候 當地宿舍是在外面沒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就高興來看他的故事 我平常就自己一個人工作 有客人的時候我就會跟客人 哈拉一下 然後順便講直擊 平常有時候就是小朋友放學 就是來來去去的家長會比較多 上學 放學的時候家長很多 有幾個就是熟客就是我在站島戶的時候 就認識的家長 還有那個在那個什麼國小當島戶的志工 有時候從我們家門口過去的 打一下招呼 嗨 以前 依照我都是做那個加工比較多 因為小孩子小的時候 就是我沒有在這裡做 我就在客廳裡面做 就是因為客廳裡面還可以帶小孩 那我都利用小孩子睡覺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做 還是我們家老公下班的時候 他帶小孩我 那我就一直做 有時候做到兩三點 因為因為那種 台工他會比較趕一點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進來進來 這樣不一樣而已 你小時候比我還要輸門 對啊 你知道嗎 對啊 看來吹 這樣咧 這樣就好了嗎 這樣就好了嗎 這樣就好像變不一樣了 這樣嗎 對啊 你跟什麼 你跟什麼啊 來 去吧 對啊 好 你這裡全部都要拿起來嗎 對 你這裡的衣服都要拿起來嗎 對… 那你不會做長嗎 不會啦 太長了 不是啊 你會穿著怎麼會 我本來要不要讓人穿 對 那你會說 我穿了什麼 我沒有了 我真的… 那這張也不是嗎 穿了長了 我還沒洗 我不知道到底是要改變了 沒有 我怕不知道會學習 那我可能會說 你三個穿 那靠也會穿成這樣 那就不用 不正心穿靠 好… 來 穿了 這會有 我可能有時候 爸爸來一次來找 找三次 按電力按三次 然後他每次都說 他說你怎麼都不在家 你都不可以什麼 我說因為 因為我都不可以做幾次 不可以做家庭 他就說 很難找… 他每次都說很難找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心裡面想說 因為我就會跟他想說 我這裡像虎山店嘛 然後我… 我覺得我這一份工作 我是… 我的心戀是想說 那我就跟他們結一份善緣嘛 對不對 對 我也說我應該就是你跟我有緣 那我就有辦法替你服務這樣子啊 所以後來很多人都跟著跟著 就變成好朋友 也變成是我的婚宴 像這次菲律賓的 我們有幾個那個客人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那種海淹颱風嘛 因為風災啊 我就跟他說 慕你們一份善心 然後把你的愛心送到那個 很遙遠的國家去 結一份善緣 我就會跟他們這樣講 啊 我跟你說 五十一百還是 多少錢都沒有關係這樣子 對啊 啊 其實他們都很發心咧 早 今天比較早喔 有沒有 沒有 昨天比較早 昨天比較早喔 昨天二十五分我比較正等 二十五分你就來等了 門還沒有開你就等了 知道喔 喔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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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自小時候就是家裡大小小子 所以淑貞師姐肯定畢業後 就跟人去學做什麼 拿出來賺錢 現在 除了你是替人改衫 讓學生笑說很過不少淑貞師姐 又常常去印一堆志工的執行來做 參存導護志工 藝景 讀書館志工 還有環保志工 就是我自己會安排 比如說因為我站導護 我就會排在早上 像一集也是都是早上的班 站完之後就8點 那我覺得還OK 我回到家還是一樣可以工作 所以我覺得那個跟我 沒什麼很大的衝突 那可能是見習跟培訓這兩年 會比較忙一點 就是有時候我們還要去什麼 公祭祝念 我們說因為我的店比較自由 我的店會比較自由 比如說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會把門關起來 然後又去坐一坐 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那我還是一樣可以整理我的家庭 可能我已經習慣那種模式了 我的鄰居都說我像甘露 整天都一直轉 可是我覺得我轉得很乏喜 你呢 還沒有打中沒有關係 還沒有打中沒有關係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妳要下去開會喔 我 娜娜 畢芬等一下 我先把那個收據給妳好了 好 祝福妳 謝謝 好 感恩 蘭姐也有 今天來的都有 感恩 感恩 謝謝 謝謝 來喔 好 幸福 來喔 好 幸福 好 謝謝 今天來怎麼轉到 真的 都轉到 真的喔 那崔茵怎麼沒有來啊 沒有 還沒到吧 這樣子 其實我們沒有送 我們沒有來 妳禮拜下不是有崔茵 來 這裡來 過來 好 這裡 來 好 來 好 好 這裡 這裡 放心嗎 同學 來好 這裡 放著來 好 放著 放心嗎 好 謝謝 等一下 這邊還有一大堆 這邊還有一大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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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好痛喔 這就是美啊 妳寫啊 想太多 我感覺她做起來 不要靠我好痛 好 來 謝謝 來 妳要還書嗎 好 謝謝 妳好 去那邊說 好 在那大堆好時 讀國中的時候 因為她的介紹 蘇貞師姐來到圖書館做志工 看著這麼多學 對她來說 也算是當年不早 沒辦法繼續讀國中的遺憾 奇妙的是 蘇貞因為大堆好時 開始做圖書館的志工 在那兩年節 也因為大堆好時 蘇貞國中要做蘇貞之工 1.4 4 28.55 4號、5號要歲末祝福 妳要來嗎 可以啦 沒有啦 我是說歲末祝福啦 那歲末祝福要去哪裡 金師堂啊 我們是晚上 晚上的 對啊 就禮拜天晚上 我們是晚上的 4號、5號是晚上的 對 對 我們是要去的 如果你白天有空拍電也是可以去的 我想說我應該是很快樂的一個人 我沒想到我會因為孩子的一個挫折 就是他感情上的一個小挫折 然後我會想說 那為什麼他 他那麼苦 我也跟著他一起苦這樣子 那就是在一個偶然的姻緣校 就是我們社區有一個榮音師姐 她剛好好像說要帶什麼褲子過來 就是他們什麼太極卷的 希望我幫他們做這樣子 他說 他說我看起來滿活潑的 他就把我帶到那個大愛媽媽裡面去上 大愛媽媽成長班 然後我是從大愛媽媽成長班裡面 然後看到師姐的分享 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我們師父上人講的 孩子是用來關心他 那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起煩惱心去幫他歡樂就對了 我們只是要在旁邊陪伴 因為我們歡樂他 這樣反而沒有辦法 讓他很快就走出來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聽了這個法之後 我就真的有把他放下了 我想說讓他自己去成長去飛這樣子 這個 這個要那個就是 金色師傅他們不是都有做那個什麼 無骨粉有沒有 因為那個袋子他們很想要說把它 扯成一個環保袋這樣 因為這個之前就是我們社區 有一個師姐他在車 他家師兄就負責檢 因為他師兄已經七十幾歲 因為他家家後 他就用這樣 因為這個在邊會水水嘛 他就用火這樣烤 因為這個好像這樣燙 還有有煙這樣好像對他不太好 他眼睛也不是很好 那師姐說 他這樣把他帶旁邊這樣OK 我就說這樣好 然後到我這邊 因為剛好我也有那個 破壁車就可以把它車一車 然後車一車之後 那個師姐他就可以 我就拿過去給他 他就把它車成一個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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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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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藏還不很多載 蘇貞師姐的整天都很無形 其實他的生姓陳正平師兄 也算是像他世界做志工的玩音子役 因為20年前 鄭平師兄的家手 在那一次的役劃中 蓋過工程的機械年歲 那個時候 家裡的大小做什麼都不順 所以當年的宿舊想說 去做志工 沒辦法可以拿出來救家的運 我以前 現在木城堂這間公司裡面 因為那是很久的事 十多年 民國八十四年 九十 共同一直要二十年 那是因為我在修理機械的時候 機械的時候 可能我們一些公安的制度 可能比較沒聽說完整 因為那是他們的機械已經聽了一半 只有聽完之後 都聽完之後 因為那是機械還有香港的啟動 把它弄到 當初的時候 當初的時候 你走出去 你就是要很克服 別人用那樣的眼光給你看 比如說當初的時候 你剛才那時候 當初的時候 你出去 有些人可以給你看一次 你會覺得 我現在要做什麼 因為他是右手受傷 所以他吃飯 寫字 什麼他都要用左手這樣子 因為公司就是讓他去學店 從此之後 他就在公司的 就做文書的資料比較多 就對了 都在公司做文書的東西 因為就是那時候先生也受傷 孩子還很小 我想說為什麼人好像很苦 碰到的困難滿多的 那我想說是不是要布施 那時候還沒有學到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樣是不是 可以就是說讓我的孩子 還是家人可以走得更順遂一點 那時候是真的有所求 就想說這樣求菩薩 希望我的孩子功課好一點 成績好一點 以後什麼都更順遂一點這樣子 剛開始都有這個戀童 今天有人回來嗎 有喔 我幫你車子看這樣才好 一條加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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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再放一段嗎 不然要放一段要放一段要放一段 真的嗎 不然你可能那條的那種口底那麼長 那它能夠更高 阿嬤 還要你生苦的 我把阿公吃菜一分就好了 待會兒一定要吃飯 哪一個 好啊 全部拿來給我弄一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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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在上面全部拿來弄一弄 好啊 全部都拿了 對啊 我給它收一收 都拿了 都拿了 好啊 把他弄一弄 他就可以吃了 那個是公公啊 他十幾年前就有中風過了 然後就前年又中風一次 那一次他又住家父病房住了 好像十幾天喔 有有他住家父病房的時候 我都會去跟他講講話摸摸他的手 我就說爸爸你會好起來 好啊 他就說 他每天都告訴我 他會死聰聰聰 我說不會不會 你會死聰聰聰 那時候真的好像奇蹟就發生了 像奇蹟 他真的就慢慢好起來 所以很感恩菩薩這樣子 你說沒有發願 對啊 我想說發一個好願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進來見習 我想說 如果我想走菩薩到這一條路 希望就公公能好起來 我自己就是說 希望自己能更靜靜一點這樣子 跟菩薩講 然後菩薩真的好像顯靈了一樣 那四十幾天之後 就真的就慢慢好起來 剛開始我們是有請菲庸 請了四個月之後 他說他狀況OK 所以應該是不用 不用再請菲庸了 我們想說 上人不是說那個 行校就是要 比較順利嘛 就是順著他嘛 孝順就要順著他 那我們就想說 那就照他的意思好了 不要 就不請菲庸了 驚入主席 讓主席有了改變 現在他常常要求生心到好心 做火回去牆壁 背負他的大吉大吉 因為他相信 北部看到好心孫子回來 就是最開心的事情 人如果開心 運動會改 其實這就是實際 對付出無所求當中 天悟到的奧妙 剛開始是真的 付出是有求嘛 要求菩薩 希望我的孩子好一點 我到慈激之後 我才知道說 其實 付出無所求的當下 你會更 那個心念 就是說 那一種 人家說 賤苦之苦嘛 就是 你看到白人痛苦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自己 是很有福氣的那個人 真的是上人講的法裡面 就說 其實那個都是我們的貪念 因為我們貪這個嘛 我們貪這個也要更好 那也要更好 當我們 現在什麼都不求的時候 反而我們會很自在、親安 現在要買回來 現在要去 是那個 王愛玲那邊 洗那個 塑膠袋 因為袋子很長 環保證的師姐說 那個就可以再裝 分類之後的 那個小袋子 再把它擠一擠 綁起來 然後就送到回收場去 這樣子 那店就完了嗎 對啊 那種店就把他關起來 因為現在要去洗漏了 所以我就把他 給他送的店 又把他關起來 那等一下洗一洗 再回來 再繼續開 阿姨 阿姨 我要洗漏了 洗漏了 洗漏了 是 阿姨 這裡 人家 你一電營 人家一電營 你還告訴他 要洗漏了 手放下來 阿姨 你很可愛 你還要洗漏了 你還要洗漏了 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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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禮拜一的量好多 老婆さん 你好 感恩 你今天怎麼 載這麼多 賺這麼多 我這位給你洗 我來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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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洗 四點五分 這樣洗漏了 要洗漏了 對啊 老婆さん 我覺得你有夠厲害 你坐這樣 鞋子有那麼大 這樣洗 我告訴你 你都很喜歡 我只鞋子 等一下 鞋子 都沒到 我會這樣站起來 覺得這樣舒適 這樣嗎 還有另外那兩個老婆さん 沒聽到 我們在那裡 看聲音 快點出來 快點出來 就出來了 真的嗎 沒關係 這樣我們坐那麼多 對啊 好 對啊 來啦 因為我休息一段時間 很久的時間 他也是阿倫都 阿倫都 阿倫都在陪天 我們的身邊 我陪你出去 去冷靜的地方 出去走心 還要把他盜 福祉 然後到這裡 把你鼓勵 是 算說 那個無怨無悔 付出 對我們 尤其是我們 我還有人家做事 我比較不方便 所以很多事 有時候我會 他到三天去 用去 因為我們 現在小孩比較大 有時候 你可能會有時間 去做這些東西 然後拿著拿著 拿著拿著 可以付出 我們自己的 一份心理 我們就去付出 我希望我自己在 慈激這條菩薩道 能更精進一點 這樣子 那我也 祝福我家老公 可能有時候我會 有給他疏忽掉 那我也請他 多包容我 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很希望 他一起跟我共修 也是走在菩薩道上 這條路 對啊 那我也希望孩子 他自己有 善因緣善知識 成就他 然後更祝福 我身邊的很多 親人 朋友 他們也能跟我一樣 就是在菩薩道上修行 淑貞師姐 每天發育過日 跟人家好運 不管是家業 事業 還是支業 都做得很用心 他說 過去自己 只知道要做好 現在聽師父的法 才知道受費更重要 所以一定要把時間 認真出來付出 這樣靈心 才有算是關不關 草根菩提 很感恩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就是可能 因為他是在家 他沒有工作 他是在家修改衣服的 所以不上班 所以比較有時間 所以我們就打電話 請他過來 在家修改一下 他很親切 很活潑 就是有他在的話 我們這邊就很熱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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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